你在巴黎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嘛 你也知道在巴黎飘散的就是 烟味嘛 高鹿烟嘛 高鹿烟很重的烟味 还有女人的香水 还有食物的那些味道等等 摇分那很迷人 我大概到了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必须把我嗅觉上做了一些区别 不敢看 不敢想 不敢闻 不敢嗅 所以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就在 书啦 电影啦 展览啦 歌剧啦 音乐啦 我用那个东西来 我知道那一种很变态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变态的 可是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就会沉溺在那里面这样 我这家人练我自己蛮私人的 我自己母亲去的时候在戴拳 到巴黎就说你买个车吧 我说我不能买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不买 我当然不能跟他明讲之后 买了我就回不了家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很多来巴黎的日本人 他们很喜欢去坐那个欧雅列车 然后特别就是说从日本辗转到海参威 然后做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 再一路到巴黎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趟是一种 所谓的成长之力里面的一定要经历的 他们要真正的彻底体会什么叫做 就是international 中文怎么翻译 international 对 其实我们那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后六八 其实还蛮多的这种巴结 或拉丁美洲的这种解放神学 现在很多留在哪儿 在当时这种危险的诱惑对你大吗 其实我很清楚 我讲的马来生 我可能欧洲大陆 我会很夸 可能会一路开到莫斯科 绝对的 我在巴黎的时候事实上是被盯的 当年丁的人就叫我 就念完了你不要回家 反正就是会有麻烦就这样 就那天在杭州的时候 就碰到有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你当年巴黎的好朋友 然后他把名字讲出来 然后我当场就是三字经问候 这样子 我说什么噩梦又回来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 对您来说呢 就这种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俩 有些部分是很相通的嘛 那您比如说您看 这些历史上的人物 谁跟您觉得 您跟他很契合的感觉 你真的问到我了 我一直想不出来这样子 因为有的又太野 你说像阮吉 他们那些作品学生 又太野 太不顾后果 然后我们也不会自怜自爱 像潮池或杜甫这样的人 这样也不是 但我们又不是老街巨花的白巨蜜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愿意在一条固定的路径上 这样子 好像我还没有想到一个真正对应的 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对应的 你觉得孤立的时候怎么办 嗯 觉得孤立的时候 我想说我在巴黎那十年 跟那段时期 其实我24岁到34岁嘛 其实是不管是知识的启蒙 人格的定型 或对世界认知 这种世界认知不是只有建立在这种 所谓知识层面 或哲学思想层面 更多的更多的是自己去在一种异国环境 以用自己作为一种他者的那种角度之下 然后去形塑自己作为一种人的这种成长 那这些其实都烙印在我身上 可是我回台湾我这一部分 变成要用保险箱锁上来这样子 当然多少有一些是 当然因为时代的恐惧吧这样子 但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一定某些东西还在 我用一种很粗浅的比喻吧 就是生命的一种盔甲 或一种躯壳 那这份躯壳其实 抗拒了某一些外在的一些 不管是逆流还是顺流等等 顺流它不会去被卷入一种诱惑 去寻求一种所谓的名利名望 逆流即使在遇到这种大的变动的时候 可以有某一种力量支撑 那十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种历史阶段 我想就跟季仙林他们到德国 柏林这样所有那些 或前宗书那所有他们这一辈的 和陈寅圈一样的 但不会像王国瑜那样 就会为了作为一种 移民的这种殉侵 我不知道Diaspora国内怎么翻译 可能是花果飘零或离善 这种离善的这种经验 错位 对于那一生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样子 您在拍这岛屿写作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 他们的 一样就整个文学圈子你在讲的 其实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就被时代的一阵狂风被吹到台湾来 在一个50年代的时候 那种非常高压的这样 不能谈论的任何的处局到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然要去接受的一块 那也就是说大洋中充满怒涛额里面的战士的 暴风雨里面的嘛 他们被丢在那里 然后整天在提到魔法师来拯救他们 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语言 书写 延续整个所有的这种传统 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寄生之所 这样子 像县代师 余光中他们当然晚一辈了 可是像李济 傅师年这些人的 这样子 或甚至像台老 台敬龙先生 整天就只能教 他们最常教的就是 登楼护 王燦的登楼护 师徒姓美 灰我乡这样 一天到晚就这样 那又把他当年跟着鲁迅周围 那一点点的很微妙的 一点左翼的这种精神 透过很曲折很曲折的方式 在古典文学里面这样 一个说真的讲很 只能讲着令人敬佩 他可以一个肩膀扛下台大中文系的 这个大传统 不被毁掉 然后可以把年轻一代的这样带进来 可到最后他们会把这个地理 疆域的自然的这个岛屿 化成文学的岛屿 当然这种离善的这种经历 乱离 放逐 好像都一直是 无法创作非常重要的 曹子作为一个王子 遭到这种流放 杜甫的这个 也是这样 由圣堂之后 整个玄宗的所有最繁盛的 后来就一路这样飘到四川 Ulysses 特罗伊战争 结束之后他想回家 结果花了十年最后才回家 然后这个返乡之旅 也奠定了这种西方几千年的 文学里程这样子 所以之后才有Joyce的Ulysses 当然现代文学里面处理的 其实不是单一时空 也不是就是固定几个时空里面的 很固定的这种路径途径的转移 我想这也可能是你对吸引你 会喜欢去香港 东京 坐当当车 从中环 很快就到更下沉的老香港 突然之间会掉入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时空错乱 时空错乱之间的 造成了一种迷离 失落 要去寻找定位 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定位 然后又偏偏想要去定位 可是知道每次要去寻找 其实就是另外一次的失落跟迷离 你一直在这种里面打转 不是 我觉得我有在想问一下 也想问你 我是不是这是一种非常显著的一种 浅薄的象征吗 我不觉得 你是一个不安逸逝的 你帮你真的会有另外一种 除了生活上什么剧场 电影 食物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 真的是重重的这种美景在那里展开 真的是一种幸福 而且你会整天好像 就是在一种亢奋状态 因为你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刻你都有新鲜 就是思想上的九池肉鳞 真的可以想象 而且那时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 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的那种最激进的 最想去开创一些的 其实就是你讲的多少没错 其实在一种思想空虚之下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的 非常贪婪 绝对暴食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 就在这一条搞思想 对 追求学问真理的路上走 这样 对 你是把你自己抛进去了 扔进去了 不只抛进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诺扎一样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头全拆了 然后晚上再掉眼泪 再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接回去 然后再拿个针线慢慢缝 慢慢缝 科学怪人 我自己是同时制造科学怪人的 科学家也是科学怪人 您说感觉对比 挺像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 回一起蔡玉佩时代的北大 那个样子的 因为那些有名的大师的课 都就像菜市场一样 你上过服科的课吗 我当然没有 挤都挤不进去 你哪里有可能 可是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街上或路上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一大师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 他擦身耳朵 我也不会很茂密地说 你要不要停下来 我是在巴黎的时候 身上一定有相机 可是我从来不敢逃出来 有一种很奇怪 我觉得我不要成为观光客 那样子 包括我推老师 每次我都不敢拍了 但是另外一个我在巴黎念书的朋友 就很得意说 你看看我跟何隆霸通信 你看看他给我回信 然后通信两三封 他就把他当为人生自保 那说真的我心里是嗤之以鼻 也挺可爱的 真的那十年内是这样 而且讲说掉眼泪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德西达呢 怎么读得懂索西尔的符号学呢 头五年是真的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也就是撞山壁 然后慢慢地终于找到一条小路 但是还是一样 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几个小时 上课不讲 就是你回到家里 你还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这样 可投进去到底有个先进的条件 第一个无视条件 家里可以支持我 第二个我的精神状态可以支持我 所以你也没上来过这里 没有 我第一次上来 哇真的好漂亮 那个上吊的地方 我知道就是那个 崇祯 景山 我是认识景山 那那边呢 那边西山 山山也那边吧 对 所以以前变一名的那个 就在那里吗 那个旅馆 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就在那里吗 还在吗 在 那那是国贸 哦 那一栋楼是吧 很多的作家 电影人 画家 他们是以觉得 定位安居于这个地方 从这里来 举取 无画创作的源头 你好像对这些来讲 你觉得 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怀疑我 我是不是轻浮啊 就是 就是你不断的去改变时空 它也是一种重复嘛 可能是一种重复的 这后面很多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多 很大程度是被厌倦所驱动的 特别容易厌倦 它可能是对深度的一种 一种 逃离啊 我经常我也会对自己陷入 我听你讲的蛮那个的 蛮好玩的 因为这也是 就变成一种新的猎奇 不断的在猎奇 没有 其实我真的对你这种不安于事 以及跟国内的其他的那一种 他们会觉得 植根在这个土地上 是一个觉得一种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你是去玩火 我还没烧 把自己烧死不错 是 可是很好玩 你这种每次被烫到会痛 可是你还是要伸手去摸 就是你知道那种尺度 就是不要烫得太痛 被烫也是一种 不断的确认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 更多的一种学习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说的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跟我一样 就是一直不断的移动的人 然后都是不安于事的 一直喜欢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 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现在这整个网络数位来讲 大家是很安于这种 所谓的surface 表面跟skin deep 很多人会用那种东西 当作一种 外表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里面有一种共通性 并不是要去追求 另外一种表面 对 那可是就在这个 由于这种不确定里面呢 造成自己个人的一种解体 不断的解体 这个东西会困扰您吗 我其实比较长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这种精神分析 所以我会不断的透过自我分析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学师的思考 其实每天都有点像一个 外科手术师 每天拿手术刀把自己划开划开这样 甚至把器官掏出来 不断的把自己打扇 再重新缝起来 对呀 就重新缝补 重新的这样 我们打开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 臭皮囊嘛 可是我们没有这些肮脏的 其实真的不堪 我里面处理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汇水回收场嘛 对 可是我们要靠这些汇水回收场 来维持 对 来维持清洁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这样子 是不是您的这种对于本身的浓度的渴望 也特别就是强 密度跟浓度 但是会不会觉得 你没有那种文化可能在不断衰落的那种感觉 哦 不会 嗯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这样来形容 消失的必要 您作为台湾府大毕业的人 到第一次来这什么时候 叶先生 为了叶先生 四年了 回到我的母校 嗯 他们现在好像新的校区 是在铁狐 铁狮子胡同 嗯 现在好像是北师大 现在改成北师大 嗯 那咱们就再走走吧 这里好像也没发 好像被关在门口 对 哦 这贝勒府改成十三中了 对 哈哈 你看一眼 好 高中 进不去 很漂亮 陈老师 真的 很好看的中学 很漂亮啊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在门峰里看 现在在门峰里看 看往日 就门都锁得进去 对 我电影里面剪掉有一个片段 叶先生呢 就是唯唯战战的一个人 嗯 在厨房 然后那整个画面是暗暗的 然后他一个人这样孤孤单单来吃饭 然后电视正在播放 讲那个时候的南海的那些等等的这样 嗯 然后旁白色还讲他回不了家 有时候他在台湾的时候经常做梦 梦到他们的茶圆 回到茶圆胡同 可是每一个门都打不开 每一个窗子都打不开 想进去都进不去 哦 这段多好啊 对啊 其实会让人家掉泪 嗯 叶先生对这无奈是什么态度 他就做一种比较搭买 比较责任的一种方式 嗯 其实有一件事叶先生 我在房间的时候也不敢问 嗯 电影里面只讲他住在大宅院 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房子 嗯 然后伦先生说是租给县兵 然后妈妈不在了 爸爸在大后方 嗯 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要去收租 骑着脚踏车去收租 就是没有在拍 没有录音的时候 我就会提到这件事 嗯 因为那人就会说 当然会怕啊 这样子啊 可是习惯的就是那种 因为家里只有他能够那种嘛 那我说 你用日文吗 嗯 那当然一天 他就笑笑没有回答 嗯 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可是有时候对这种 就巨大的像 他也是这样 淡淡然的只能这样子 嗯 对啊 你说一个正义感 如果很强烈的人 面对这么一个 二十世纪 他应该是 就是非常之 愤怒啊 后面其实可以开展出来的课题 其实是恐惧 嗯 跟残酷 康德的 Ratical Evil 嗯 而后面其实还有那一层 嗯 我们最喜欢的班牙明 他就是没办法逃过这个恐惧 然后他选择自己 然后他选择自己 除外哥也一样 除外哥也是一样 对 Polce Ronde Polce Ronde Polce Ronde 嗯 他们虽然都是 集中营的幸存者 可是他们维持罪恶感 我为什么要比其他人 survive下来 嗯 我为什么要成为幸存者 嗯 就是这种很内在 很深刻的那一种 罪恶感 痛苦 嗯 其实另外一种的残酷跟恐惧 到最后 Polce Ronde 他要选择在巴黎跳 上大火 嗯 那像您 那已经战后几十年了 嗯 叶先生也是一个survive 整个这个 也是20世纪中一个重要的survive 也是一个幸存者 对 这个他 他的幸存者跟 侧兰啊 跟这个 Zweck这些 就是他们都是20世纪重要的一个 见证者 对 然后叶先生作为这样的一个见证者 和一个幸存者 你觉得是跟欧洲啊 或者跟别的国家 包括日本啊 他们他的不一样 哪里你觉得 他可以掌握诗词的语言 文字那么美 那么熟练 那么精纯的 他不要跳到现代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嗯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把语言的 时间性 Temporality 跟历史性 定在那个时刻 然后为什么要把进入现代的 这个门关上 嗯 我的解释是 此时此刻的 现在 嗯 是痛苦的开始 嗯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更安全之所 庇护所吧 对 就跟你说那个 那个词 男人躲到一个女性角色里面 其实也有一种自由和一种救护 他就 戴着一个女性的面具 或女性的躯壳 嗯 然后他就像攻克机动队里面的 那面 嗯 然后就摇摇摆摆的出来这样 然后写完了那个词 唱完了那一首词以后 嗯 下台以后面具拿掉 把那个躯壳就脱掉 但 所以这里问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几千年来大家就要谈什么是经验 什么是超越 怎么样处理 过往 我很容易做梦 我很容易睡觉 而且我很容易记住梦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容易做梦的人 就是说 当有这样很奇怪的特质人 跟刚好一个极端对立的人坐在一起 他可以嗅得出来的味道 嗯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制作多前后 你说的很对啊 就是我们 一部分很相似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 就是在这 就黑夜里面的 眼睛闭上去以后的 是 又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嗯 是可能拒绝一辈子的吗 一生吗 还是突然有一天就都变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其实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嗯 你就说你看看 那么多的摩托车 嗯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嗯 就是一个渡船里面 一个交通工具 载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嗯 然后是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个人坐在他的摩托车上 嗯 等着那个渡船 从一个渡口到另外一个渡口 其实你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黑夜其实也就是一个渡船 嗯 对黑夜是渡船 其实你 一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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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谁的啊 张戴的一航船 张戴的一航船 对啊 我非常喜欢福德拜人那一本情感教义 这整部小说 他其实是写一个被德者 环绕了三个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追寻 所以最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挫败 很挫败的那个 你也不能讲他完全失败 但你也很难讲他这一辈子到底什么 嗯 但是最后结尾 他就跟他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就是总结 就是那段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最有趣的 福德拜的 他里面所有的画文动词 全部用一种画文非常特殊的一种格式 叫做过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过去一直持续在进行 也就是他时间不是一个单向的 而是一种直取的 就是你可以可以残到 可以你再责取过来 直接放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画文的意思是 不完美 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好一些遗憾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尽的 你讲的无奈 我觉得是让人去重新去面对消失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你去体会 去生存的去接受 吃进去那种消失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你认为它没有消失 然后你希望它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在想 其实记忆并不是我们去回到过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记忆回过来找我们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误解 其实记忆在未来 如果是刚才说到这个三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启蒙传统 在瓦解吗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样讲 可能会录录一种 被人家认为有一种太玄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一个类似像 武力复兴到科学时代 那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重新发现希腊 那重新也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发现美洲大陆 我们现在也是重新在寻找宇宙 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像呢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新大陆 比如说病毒就让我们发现了 一个灰色命体 它怎么扰动 整个生命这一种所谓的秩序 它可以干扰 改造 颠覆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它把你的里面体系里面的那些编码 DNA 所有这些胡码 全部用它的语言来改造 就讲出一套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权力 变成局度膨胀 个人自由被缩减 我们现在完全以负面在看它 对啊 你看到是自由叙事的困境 可是没有想到其实还带来另外一面的 除了黑暗之外可能还有另外的 我们知道在英国瘟疫的时候出现莎士比亚 瘟疫的时候出了牛顿 都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后我觉得一定会出现非常很多巨大的 不管是文学作品 科学的发现 思想上面的创新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 病毒重新给我们另外一套移码系统 这套移码系统其实是 开向未来的一些新的钥匙 我是不是又讲得太夸大了一些这样 真的有一些讲得太夸大了 非常好 我们有个人的生命在扯到 我们各自里面很幽暗的 这些不可说的这种扯到这种 我们现在不是从幽暗到了希望吗 等待那个希望吗 我老天啊 太厉害了 你这是什么啊 应该是过去的一个 你砸货铺 应该是 哇 你们的光好漂亮 是啊 历史的微光 我让他们拍一张给你 替陈老师把这个光留下来 我留下来做纪念 谢谢 穿得过去吗 我看一眼啊 可以过去吗 进不去 锁上了 锁上了 好可惜啊 我这还是对那个光 真的命令不忘 对啊 寻找那束光 不是你一生的主题吗 对啊 对啊 我一生一直就是闹着 闹着他转 对啊